唐启阳参加伦敦同志大游行 亚洲旅游台提供 记者吴志伟台北报道 唐启阳主持亚洲旅游台 唐启阳逍遥游到英国狂吃 第二集一开场以马尾心造型亮相 心情大好的说 我终于没有盖头盖脸了 唐启阳参加伦敦同志大游行 亚洲旅游台提供 当唐启阳到当知名的格林威治市集 看到大大小小的摊贩 忍不住说 等一下请摄影大哥去拍梅滩给大家看 我怕我进去吃完五公斤才出来 才说完便点了一个鸡肉烤饼 边吞口水说 这节目的职业伤害好严重啊 手边的才刚吃完 又走到香肠宝的摊位 是吃了火腿平平点头 恩恩恩 好吃 工作人员在唐笑说 老师你都还没给我们拍就吃掉了 唐启阳到英国拜访 大名鼎鼎的占星师苏汤普新 亚洲旅游台提供 拍摄时正巧赶上一年一度的伦敦同志大游行 唐启阳当然一定要去供逢盛会 看到如此盛大的场面 让他惊呼 觉得就像厂家年华会一样 这就是同志精神活泼 欢乐 还表示自己很久没跳舞了 但痛到如此盛会 人的本性真的会被激发出来